嗯 嗯 嗯 可以了 可以 好 嗯 紫棋先跟我们那个腾讯直播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嗯 hello各位 腾讯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詹姆董紫棋 嗯 今天就这个巡演已经到北京是第三站了 对吧 昨天那个演出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完美 然后你有什么比较深刻的事吗 昨天有什么感受吗 呃 昨天的演唱会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开心 嗯 除了是台下歌迷朋友他们的互动 他们的万人大合唱 还有呃 台前幕后所有的表演者大家都是非常的流畅 然后我自己的体力啊我的声音状态啊 全部我都觉得是非常好 所以呃 非常的满意 对嗯 前两站的时候是在南京还有是广州广州的时候 嗯 就你感觉气氛跟北京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气氛就大家都是很好的 嗯 对 可是因为我们唱的歌上面有不一样 嗯 对然后呃 啊我自己的心情也有不一样 像广州我其实是超级无地紧张 嗯 对 然后南京站呢啊我声音状态是比较好的 嗯 对所以其实每一站都啊暂时来讲其实是呃不每一站都蛮不一样的 嗯 你也是特意为了那个北京唱唱北京北京这首歌是吧 对 嗯 那其他就是其他两站没有我们有看就是有没有为当地的那个歌迷准备什么特别的曲目 嗯 其实广州唱也有特别的 嗯 因为呃有一些广东粤语的歌曲 其实大家在广州的歌迷会比较熟悉 嗯 对嗯 嗯 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北京的歌迷然后会就更热情或者怎样用 其实北京的歌迷还真的是蛮热情的尤其是昨天他们听到北京北京那首歌响起的时候他们是超级不低热烈 然后呃大家都自发的一起唱 嗯对所以呃我很开心大家喜欢我特别为北京准备的那个呃安科安歌曲 嗯然后这次巡演的主题叫Coin of Paris呢当时为什么会选定这个主题作为巡演的主题 其实我觉得我很想鼓励大家一起去冒险去爱不要怕受伤 然后真的可以成为自己新的那个国王或者是皇后 嗯对因为就是当时你就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是自己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感想 嗯其实这一次演唱会我们的选曲呢里面包括了很多我新的那样专辑新的心跳的很多歌曲 然后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其实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 嗯在我的音乐歌词上面大家会体会到很多的不一样的变化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一个过山车的旅程一样会经历过很多高低 嗯然后会经历过不同的一些心情 嗯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冒险 嗯对就是在筹备演这个演唱会你筹备了多长时间好像距离上次的训练也没有过多久 一年多距离上一次一年半吧然后在这一年半里面其实全部都是在准备新的这个训练 哈哈哈对我还记得我上一个A66 Live最后一站是2015年的11月底在英国伦敦的那一站是最后一站 然后我2016年1月1号开始就已经在准备这一个Queena Plus世界新闻演唱会 所以其实我准备了16个月嗯对就是上次上个训练好像是就比如说去到英国啊美国这些地方 这次训练有机会去到海外吗有这个计划对我非常希望可以就是到所有有我歌迷的地方 嗯就是就是这么强大的就是演出密度吗就十个一年多又有这个新的学员 你体力方面你觉得自己熬得住吗 所以我吃很多哈哈哈我觉得必须要吃然后必须要长期保持自己的那个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 多吃然后多运动嗯那你运动的强度大概是多少 其实我几乎每天都会动啊不同的一些啊活动像瑜伽 像啊之前我经常很爱做的一件事情是骑马还有滑冰 然后我也很爱啊跟家人可能吃完饭之后会去散步海边散步这样 然后爬山远足这样子还蛮多这种户外的活动我是喜欢的 嗯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次的舞美和就是舞台感觉非常的炫吧就是各种立体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有参与到这个设计当中吗 其实我我我参与到一些啊idea上面的构思上面的东西实际上操作当然是交给他们专业的团队 这一次我们演唱会请来了啊啊加拿大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 对 moment factory 那十二个团队里面十二个加拿大的的的的的厉害的专业的一个团队们 他们真的完全是应该是费枕王忘餐 费枕王吃对去去去做这个啊 video 上面还有舞台上面的设计 实际上的操作其实是非常复杂 可是他们全都非常用心的去把它做出来了 嗯你觉得是超乎你的预期吗还是超乎 因为其实我本来不知道这个巧合 因为嗯我跟我后来跟他们聊天 我说哎你们是来自加拿大哪里 他们说加拿大 montreal 然后我就说哎 montreal 我去过我去看演唱会 他说哪一场什么谁的演唱会 我说我人生中最爱的那场演唱会就是muse的 然后他说哦 muse我们做的哈哈哈 然后我那时候就哦是吗难怪那么酷 因为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muse的那个演唱会 就是因为他们的舞台 真是太太震撼了对一直在变形 嗯就那次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吧 嗯对就没想到这次这么小又跟他们遇到了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非常幸福 嗯你觉得就是那除了这个舞美方面这场演唱会 其他你参除了演唱就参与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呃其实还蛮多不同的地方都有参与啊 啊音乐部分小不免一定是最多的参与 然后其实服装上面还有舞蹈上面也是参与了很多 舞蹈上面我们这一次请来了啊啊 啊一个美国的排舞老师kevin 他专门为我们不同的一些歌曲设计除了舞蹈以外 还有很多视觉上面的他的一些构思 其实我觉得全部都是非常有创意 而且这一次我们嗯做了一个dancers的面试 所以从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地方都有dancers 飞来香港去面试而我是其中一个面试官 哈哈哈哈对所以我参与了整个挑选dancers的过程 嗯有一些dancers他们是出色到 啊可能在第一轮我就已经把他们选下来了 嗯对第一轮刚结束这样子我就已经把他们选下来 我就已经觉得他们非常的有有才华 然后像服装上面也是很多很多的意见啊 啊包括用料上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舞台妆跟其他的啊可能平时去拍摄的时候 嗯嗯或者是出席活动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嗯舞台上面你可能需要兼顾的是 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的衣服的动感是怎么样 所以在啊材料上面会非常的讲究 所以那些部分我也因为在慢慢这几年的不同的一些排练啊或者表演里面 我自己也有很多啊心得 开始知道哪一些材料 运用在哪一些表演里面会比较适合 所以这一次也是有这方面很多的意见 是不是因为之前服装就是出现过比如说不方便或者怎样的问题 你自己会汲取一些经验 对因为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photoshoot里面就是杂志的拍摄里面 无论那个高跟鞋多高或者是鞋跟上面有多少的精致的一些细节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只是站着拍照 可是在舞台上面就不行 因为比方说有时候你可能那个高跟鞋很厚前面很厚 可是如果我要弹钢琴我需要踩那个踏板 那就会太高的鞋跟的太高的那个水台水台对水台的话呢你就完全感觉不到那个踏板 所以那些是很很很重要 而且比方说我们舞台上面有一些网的台子网下面是那种风扇可能会会吹风这样子 像那一种表演的时候你就不能穿那种细跟的高跟鞋 你就必须要是粗的那种鞋跟 所以其实舞台装跟大家平时看到的那一种时尚类的活动啊或者是拍摄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之前在演唱会有没有因为服装或者是什么发生过惊险一幕或者是危险一个有有有有 我我刚刚出道的时候非常的不习惯要穿着高跟鞋去唱歌 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呢 我我的那个脚是一直在抖的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穿着高跟鞋去表演 然后女生穿高跟鞋刚刚开始穿的时候会很不习惯嘛 对所以那时候我很紧张 所以慢慢就通过自己的积累自己也成为这方面行家了 需要练习的对 然后你这次演唱会包括前前两场都有感觉在台上还蛮动情的 然后也是禁不住流眼泪嘛 你当时就是脑海里浮现的是怎样的画面 其实有很多嗯我每一次唱歌的时候我都真的是很投入 我都会投入进去那个歌曲的主角的那个世界里面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有很多我自己的回忆浮现 有时候可能是很多我自己的想象浮现 对都会有 是不是好像还是有点控制不住那种感觉 情绪化我觉得这是每个每个每个歌手可能都会都会有的一个 就是你会非常的情绪化 尤其是很多歌曲其实都是我选来改编的 或者是我我自己去创作的 所以里面包含的那个情绪会更加的浓厚 嗯哎你最怕最怕唱那首歌肯定会hold不住 会绷不出泪奔的那种 那那那这个倒霉哦 因为其实啊很多时候我写那个歌 我能够写下来就表示我已经经过了 我已经垮过了 所以并不会说我每一次唱我都忍不住我一定会哭 没有了 就是嗯虽然就是嗯就工作这么忙碌嘛 然后有演唱会 然后有别的商业活动之类的 你还有什么时间去坚持创作吗 其实呢我每天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记录我的生活 我有一本日记本 虽然我最近这几天比较忙然后我没写 可是我其实我手机里面有很多照片 所以其实嗯我会在有空的时间把他们整理成为我的日记 这样的话我就一直可以翻看 一直脑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很多的灵感其实全部都会捕捉下来 对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私人的这个Instagram 就我们都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能透露一点线索吗 不能哈哈 因为那个那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方法 因为并不是随时随刻你都可以拿个笔记本出来写字 可是随时随刻你都可以拍张照片 然后写一句你当时的心情 所以我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去记录 我经常做记录这个 所以大家应该现在都已经开启为达 要搜你的印子了 完全跟我的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不会搜得到的 哈哈哈哈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你创作的时候灵感一般都来源于哪呢 或者就是你刚才说的是自己的日常是吧 会不会有就是自己看电影啊或者是看别人 会会会 我很喜欢看电影 还有很喜欢看看书 对 然后我也很喜欢聊天 就通过别人的故事变得灵感的那种 对 就是下一张专辑想问一下有点着急 下一张专辑可能预计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可能不会是2017年之内发生的 嗯 可是 一批比较有可能 可是我我也不太敢说 嗯 对 可是因为现在啊 比较乐观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巡演已经开始了嘛 所以 啊 准备巡演的那一个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更多是会去准备新的歌曲 新的音乐上的作品 嗯 包括比如说上综艺节目或者是 其他的电视节目有什么新的想法 六月份的时候我会上去一个综艺节目 嗯 那这个是跟唱歌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想象一下 哈哈哈 是竞技类吗 嗯 比赛制度 啊我可以透露一个小小的讯息就是会跟别人一起唱的 嗯 明白 哎你就是对这个就是综艺节目的或者是这种歌唱类节目的挑选标准是什么 嗯 标准啊 没什么标准 好玩就可以了 就是好玩 对可好玩 嗯 能够表现我的音乐 嗯 能够分享音乐 分享快乐 那除了比如说不是音乐的那些其他的综艺节目你会排斥吗 也不排斥啊 像我之前去啊啊啊那个急速前进我就觉得非常好玩 对我非常希望能够上那一类型的节目 就是真人秀 就真的是非常挑战我 嗯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本来 可是那一个节目他逼我突破了很多我的恐惧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很怕动物 嗯 可是我那个那个那个急速前进那一次 我又要去骑马 又要抱着那些羊 又就对就有很多接触动物的机会 然后我非常怕高 恐高症是绝对的 可是我在那个节目里面蹦击 嗯 然后 嗯 很怕脏 嗯 对 可是那个每 那一个录制的过程每天都脏的不得了 哈哈哈 对 所以还就是通过一场就是真人秀也是 对你来说算是放松吗 或者是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 突破 突破 我觉得人其实这样的 你突破一个你自己不敢的 或者不会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对 好的 还有就是虽然就是也是90后嘛 但是你出道的时间特别的早 就可能已经在这个演艺圈里算是前辈来的人物 哈哈哈 虽然年龄非常小 你换哪个说法来捉我老 没有哈哈哈 我会被骂死的哈哈哈 嗯 就说现在那个也是新人辈出吗 然后你自己会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压力或者是 嗯 不会 不会 完全没有想过这事 完全没有 因为我看透了一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这些 自己的不安全感都是来自于比较 嗯 你自己把自己拿去跟这个世界比较 或者是你把现在拿去跟以前比较 全部这些比较其实都是人 弄出来的 嗯 对所以你只要不要去比较 你只要享受这一刻 真的把这一刻当成这一刻独立的去看的时候 根本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感 嗯 所以就是自己跟自己比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跟自己也不要比 哈哈哈 对这就是重点 不要去比 嗯 就是平常心 对 像其实因为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大自然就是每天都是阴天雨天晴天 那如果你永远都跟晴天去比 那你阴天的时候你不就很不开心 雨天的时候你不觉得就很不开心吗 可是这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去接受他拥抱他 嗯 出了好有产意的感觉 哈哈哈 感觉你还想了挺开的平时 就是还是我想很多我经常做白日梦 哈哈哈 那我感觉你是那个狮子做的吗 我相信我应该挺就是争强好胜 有那种特别好强的 其实我看出来我的 我我有去查我的上升星座是处女 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像狮子座 是吗 嗯 我另外一个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准的一个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叫九九行人格 哦 搞眼眼嘎 嗯 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准 你是什么 我是四号 四号是什么 非常情绪化 哈哈哈 哦 就是最最情绪化 对最情绪化的 那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也是容易情绪不稳定 或者是会脾气突然遇见不高兴 我我是脾气 我是那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 我有时候有时候会很开心 然后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有时候我就真的是比较封闭的 我就要一个人 有时候又会原地爆炸那种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脾气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你情绪化你就一定要脾气暴躁 这两个是不对等的 所以你情绪化你可以情绪化 可是你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明白 哎那在管理情绪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吗 或者是有什么教训吗 其实也就那几个 嗯 你就要知道 你就要懂得分辨 你这一刻做这个决定 到底有没有平衡你自己的理性跟情感 嗯对我是比较偏向情感那一方面 嗯感性一点的 可是并不代表我现在很感性我就完全不理现实 这是不行的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你懂你怎么懂得去把握两个极端 做一个平衡 嗯那在现在我的呃呃呃这个阶段里面 我也是努力去学这个东西 对你觉得学起来困难吗 我觉得就是掌握自己情绪这方面还挺难的 很难的 嗯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分别是你必须要先了解 这样你就不会有挫败感 就是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并不代表你的情绪是错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我怎么又生气 其实生气是很正常 哎呀我怎么又不开心我又为了这个事情不开心 可是不开心是很正常的 就像雨天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去害怕自己有负面的情绪 反而你可以去拥抱自己今天又有负面的情绪了 可是意识到啊我今天的进步是我不再因为这个负面的情绪 而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你可你不能去压抑自己的情绪 可是你可以去影响你自己做什么决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在生气自己 觉得哎呀自己做的不够好啊什么的 嗯你有就是有有感到过 因为自己就情绪方面的问题吃过亏吗 就是或者是吃亏呀吃亏还好 因为我之前那几年是比较理性的 因为有一阵子自己可能比较受伤 然后就开始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对所以就会开始封闭自己的感情 呃呃理性啊理性一点想东西 然后所以我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不太 只是受我的情绪影响 嗯然后现在就慢慢开始呃 啊施放自己的情绪放飞自我 对真的真的真的开始去聆听自己的内心 嗯然后我觉得现在我处于一个阶段是两个东西在平衡 也也也是为什么这个巡演叫做queen of hearts 因为你的心是一定会经历着不同的这些情绪起伏的 你怎么样去掌控你的心而不是让你的心去掌控你 不是让你的情绪去掌控你 这个是很重要 嗯对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以前你会很在乎作为人的想法 可能现在呢比较忠于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其实现在我还是很在意别人的想法的 嗯可是你要知道你在意的是谁 嗯一些我身边可能很爱我我很爱的那些人的想法 我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在意 嗯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嗯很看重他们的感受 对然后可能别的一些 嗯你不认识的 或者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比较有偏见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根本那些就不用去理 这个就就需要自己懂得过滤 嗯之前看你有采访也说可能之前会因为一些负面新闻 还有哭啊或者是情绪有这个宣泄 那现在还会因为这种事 就是现在频率少很多了 嗯可是我不敢说会不会有一天我看到又哭了 哈哈哈哈 对 如果啊就是有一个假设的话 如果要是重新再有一次选择机会的话 你觉得娱乐圈还会是你就是这职业的战场吗 会因为我喜欢唱歌 嗯所以我不把自己当成是娱乐圈里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是音乐圈的 对 嗯就是还是会选择自己的这个就是做音乐这件事 但是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圈里的人是吗 应该是这么说 嗯 娱乐圈其实是一个游戏游戏就是一个游戏规则 嗯 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你只要是忽略它 或者是你只要明白它 那你就不会太tick it personally 你不会太觉得 哎呀这个好像是针对着我 你只要不要把它当成太个人的东西的时候 了解这个大环境 你就可以比较随意一点去面对 嗯 嗯就比如说像在这个音乐圈也好 你觉得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就是前辈啊或者是别人 或者是嗯什么人你觉得是是你的目标 或者你比较羡慕他那种状态 嗯 我觉得暂时来说我并没有我很安于我现在的状态 嗯 有一些可能像Beyonce 她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她她也是一个妈妈 嗯 就是她各个生活方面 我我所看到的都是很美好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哇这样也很好 可是那个现实是大众只会看到你表面上光鲜亮丽的那些东西 谁知道她背后在经历这些不同的啊不同的层面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也是觉得啊是需要很多的经历去面对的 是会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嗯 就是包括她跟这也是很难念的经吧就是那个我其实没太去八卦 我是听他们的歌 哈哈哈 是就是她还是真的是就是还就在于就是在就是 歌唱领域有出很杰出的这个成就而且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屹立不倒 就是她是也是你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吗 她她绝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她给我的动力也是非常多的 嗯 我从很小开始就觉得她是一个我的女神哈哈哈 对包括这次她那个在格兰美呃在那个格兰美的表演你看了吧 就是好像也挺震撼的我觉得一般女生好应该做不到那种挺着太肚的还要去跳舞啊 对其实我就是觉得她每一次都是在突破自己而且她真的是非常inspiring 对哎你觉得如果要是你的话你会比如说都都已经有孩子或者是嗯怀孕的状况下还会做出这么大的挑战吗 跳舞吗嗯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 你没进入你没经历过那个事情的时候你肯定是觉得那个还还可以还可以 可是当你真的顶着那个肚子的话怎么去弄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像我演唱会其中一套服装很重开场那一套服装那个裙子非常的重 然后我有一个皇后的那种cape那种斗篷对斗篷 很重很重我都已经觉得哇我没力气唱歌了所以我想象不了有个孩子在你肚子里面唱歌是怎么样 应该到时候就有这种挑战了对到时候再说 然后就是包括Beyonce也是她的这个生活还有她的这个就是事业都是在这个公众 公众眼皮子底下就各种发生了而且她自己也平衡的非常好 她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感情生活写进她的歌里然后但是对于你来说觉得就是这种这种情况毕竟是在欧美的音乐圈或者是在别的国家 你觉得在中国或者现在的这个舆论环境下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就可能生活跟工作就完全融入一体 我其实还蛮融入的我一直以来都蛮融入的因为我写歌就很多很多很很很诚实的经历在里面 嗯也是把自己顾着写进去了对对对 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点是那个网友想要问的嗯就是可能当当时啊就是最初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批评你的那个造型吗 嗯当时你说这是造音师为你准备的你当时有质疑过自己的这个造型师吗 其实我在很多的呃不同的活动或者是很多不同的shooting很多不同的表演里面都真的是让我的团队去尝试 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自己也会学到很多然后发现自己比较适合什么比较不适合什么 所以接下来我会参与更多这一部分的东西嗯对你曾经换过几任造型师能透露一下吗 换过几任没换过就一直都没换过可是最近多了一些不同的造型师嗯对啊接下来会有不同的一些风格尝试跟合作对 那一次的那个演唱会造型你最喜欢哪个呢 最喜欢嗯我演唱会里面有一套衣服呢是我在跳舞还有唱rap的时候穿的那一套衣服是一个白色的top 然后是一个破洞的一个颜色的裤子裤子然后嗯那一套衣服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嗯就是你自己参与设计吗还是啊其实我没有参与设计在这个也是也是同一个啊造型师 就是Emma她做的嗯就是她会我觉得Emma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她会在我的不同的造型里面她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嗯那你只要去尝试你当然是会收获到一些好的一些不好的一些适合应该这么说你当然会收获到一些适合的一些不适合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呃在这一个呃非常大胆的去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更多然后同时因为呃我觉得她跟我一起工作非常多年所以她现在也越来越了解我比较适合什么 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演唱会的服装我自己是非常满意嗯对明白然后就是嗯包括现在很多有很多明星都会就是做做自己的副业啊或者怎样但你一直好像就focus在自己的那个音乐领域嗯你对这方面别的你有关心吗就别的领域的事情其实我已经开了我自己的投资公司哦然后我也开我也开了我自己的一个 呃brand可是那个brand呃他还是在非常初步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暂时先不公布嗯是做什么的而且是什么名字可是那个logo是我自己设计的对然后我的投资公司其实已经 投了好几个项目哈哈哈哈对我都在默默在做这些大概都是在投一些什么项目呢 new technology哦对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你就是你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你的眼光会放在哪些领域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对经商自己经商的头脑有信心吗其实老实说我我会比较看重创新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年轻新的一代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创新 他就是需要不要跟着上一个generation去走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有创新的那个元素在里面那我就觉得我这个投资是有意义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用钱去赚钱其实没什么意义嗯我觉得如果你不懂得去运用你有的两百块那就算给你两万块你也是不懂的运用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我投资的东西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也同时正在做我自己的一个慈善基金对那这个其实我已经注册了一年可是这个慈善基金的这个set up其实还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没有盈利的非牟利的一个机构所以政府在批通过他的那个过程 是非常的严谨所以现在都还没有哪方面的慈善基金啊我自己比较有这个兴趣去去做的其实是教育上面呃还有孩子关于关于孩子关于教育关于音乐的我都比较有这个有这个热情好的行我们看一下网友有什么大家都说就看看你觉得今天的妆容还蛮漂亮哈哈哈谢谢好然后然后祝你 你那个接下来的演唱会都成功谢谢谢谢好行那那跟我们的网友生再见吧嗯真的不用说再见一句再见一句不能改变哈哈哈谢谢非常谢谢拜拜